本是不乏一致的少年 可镜头一闪 怎么就变成了再也不能提及彼此的大明星 在前不久的微博之夜上 大合影环节中 王源和王俊凯分别被安排在了两个角落 站在王源身旁的周深 似乎看出来他心中在想什么 于是便在询问过一角落 带着他穿越人海来到大哥王俊凯的身旁 但如今的他们因为没在同一个公司 为了避免商业冲突 因此不能够挨在一起 不过虽然中间隔着周深 但他们彼此眼中的无光 仍然在看向彼此 而易阳千玺却在台下默默地看着他们 或许是因为时过境迁 昔日组合中最低调的小弟 如今以乐居成为一线电影大台 地位也逐渐超越了两位歌 虽然没能一同上台 但仔细看他的眼中也泛起了淡淡泪泪 遥想2019年的他们 还能够与团队的身份一起迎接 三位20岁的少年 还可以一起在台上唱着14岁的歌 没想到时隔四年之后再次同台的他们 已经是三个个体位 三弟易阳千玺变成了个百姨凭光先生 位置被安排在了一众一线文心中间 王源和王俊凯虽然分在了同一层 却只有在其中一个领奖室 另一位才能出现在镜头中 三人的奖项有三十单位 每人领奖室的审计 也是同样的团队 本以为三小只这次同台会是相伴十年之后 不料却是一场盛大且落空的剑筑 只能说曾经的少年 如今已经披上了不同的星光 同样是三小只 凭什么只有一阳千玺会成为底 如果用两个字回答的话 那就是较劲 大家都说到好 在2013年TF Boss刚成立时 作为年纪最小的一阳千玺 绝对是最没存在感的那个 因为性格内敛 再加上长得也没有两个哥哥出众 因此曾一度沦落为组合背景版 在粉丝见面会上 大家基本上都是找王源和王俊凯签名 他只能默默坐在一旁别想 虽然自己的人气是三人中最低的 但一阳千玺却从未认为 因为在他心中 既然天赋和起点比别人低 那自己就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来弥补 在2018年时 逐渐开始走红的一阳千玺 却突然消失了进而不已 当代出现时 他已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 随后被这就是街舞节目邀请 成为一名导师 从此彻底开启了他的顶格之路 因为在节目中 所有的舞蹈动作不管有多难 他只要看上一遍就可以瞬间记住 因此队友们也给他起了个外号交易门 而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扎实的基本功是自己用了多少汗水才放 2019年 毅阳千玺开始转型向电影圈发展 出演了自己的首部电影《少年》 然而在流量当道的运动 根本没多少人愿相信一个当同小生的眼睛 不料最后千玺却用实力打了众人类 不仅斩获了个大奖项 同时也得到了个大导演的情外 因此让他在短短四年时间内 竟成为了最年轻的百业票房先生 虽然在将来一阳千玺要走的路还很长 但相信他会凭着自己较劲的行动 取得更多的成功 就凭助理能从千玺妈妈手中 轻松掌握户口本这一点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没有胖母 便不会有新途开挂的一阳千玺 作为昔日的摔跤比赛冠军 胖虎在千玺刚出道时就被聘为他的助理 从此衣食住行全都和千玺不离不弃 不仅能够掌握住千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千玺的卡胎也可以随便刷 有一次刚拿到驾照的千玺 想要一个人开车去自驾游 于是便打算从胖虎的手里骗来身份证 然而和千玺朝夕相处的胖虎 简直就是他肚子里的灰虫 一眼便识破了千玺的想法 于是便要求和千玺一起去 其目的只是为了能更好地保护千玺的安全 因为毕竟曾经就发生过 私生犯在他们车上装追踪器的事 然而胖虎也曾有过工作失误的时候 其中令他最不能接受的一次 便是2015年千玺回家中考的时候 为了能让千玺安心地复习 胖虎便并没选择和他一同回家 反而是留在北京帮他处理公告 不料第一次离开胖虎的千玺 就碰上了被私生犯围堵的事情 一天早上易阳千玺刚出门 便被十几个女生围追堵截 而千玺此时的第一反应既不是找爸妈 也不是联系经纪人 反倒是第一时间拨通了胖虎的电话 由此可见胖虎在千玺心中是多么值得依靠 当胖虎随后在网上看到千玺被围追的视频后 也感到十分的内疚 所以在此之后 无论千玺再有任何大小通告 胖虎便再也没离开过千玺一步 优优独播放